NFC智慧家庭系統包含六大功能 首先為您介紹NFC門禁系統 將把有正確登入過的磁卡放置在NFC感應裝置上時 門將會開啟 進入後當航外線感測器感測到有人進入時 將會啟動補光並且拍攝照片 拍攝後的照片會即時的傳到電子郵件做通知的動作 接著我們也可以在網站上馬上監控我們大門的動向 接下來為您介紹保全防盜系統 當窗戶被異常開啟時 風鳴器將發出聲響 同時手機也將發出警報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液氧化碳偵測警報系統 以及溫濕度與灰塵偵測系統 上方的LCD所顯示的是屋內的瓦斯濃度 當瓦斯偵測器偵測到室內瓦斯超標時 喇叭將會發出警告 而下方LCD所顯示的是屋內的溫濕度情況 當PM2.5超出標準值時 將會啟動風扇 接下來介紹的是遠端控制系統 將手機登入NFC網站後進行控制 首先是台燈開 台燈關 電風扇開 電風扇關